进电视早就该废纸执照了 更怒轰NCC的财罚是根据政治标准来判定 例如周玉寇近期的争议相关检举案NCC没下文 而华氏11件检举案财罚2件各50万元 对比当时中天新闻随便检举案就动辄5、60万的罚款 天壤之别 专家更担心这选后中介法将卷土重来 22年的秘密 周玉寇胡乱爆料滚床单 NCC接获近百件检举 但怎么罚始终没下文 而同样是绿油油的华氏 今年4月以来初炮被检举11件 NCC只罚2件 包括跑马登出现中共飞弹攻击新北 还有台北阳明山火山爆发错误讯息 各罚50万 对比中天竟然被罚到关台 前NCC委员说实在差很大 那中天的话就是重罚 而且重罚好几个节目 但是周玉寇的部分的话 看起来就是处理 轻放 在侵犯有100多个申诉案件之后才处罚 如果说有检举案 然后有看到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应该重罚 NCC她现在不是没有标准 只是她的标准不是法律标准 而是政治标准 或是法律标准的话 她可能会在同样类型的案件上 做出同样的处分 各界质疑电视台遭大幅绿化 陪伪六云党更惊爆 连总统都介入禁电视案 专家这么看 那么府院没有拿你好这个分寸 就是你不应该去干预NCC 像这样的一些事情 难道我们政府机关的阵风 都不需要去调查吗 这个政治力的介入 给予NCC一些压力 我不认为说这个案子是会过 它的资本额 现在只有13.5亿 简单来说 光是以这一条 他就可以废止他处分 因为他说从执照许可 发出去三个月内要完成 理论上他就已经可以 只执照废止 总统先前力推 数位中介法 挨轰想全面前置言论 但遭到民意强烈反弹喊咖 但专家质疑 这只是暂时的 打设这一次九合一 执政党再次获胜的话 数位中介法会卷土重来 那他还要选总统吗 不是吗 就在趁选总统中间的 这一年多就可以先 把网络整顿了 把绿化工程 从这个电视新闻媒体 再扩大到网络媒体 同样被检举 是不是绿油油台 埃法的结果真的差很大 记者林郑坚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